大家好 新聞大解讀是主持人胡中信 我來介紹三位來自基層草根的名義代表 第一位臺北師研寧國城議員 胡大哥 各位大家好 立法委員陳一階小姐 胡大哥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專談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正如報紙標題所做的所謂的九月風暴 請容許我把相關新聞 我們第一個論述 談郭台銘先生的動向問題 第二談韓國裔市長的動向問題 然後整體談國民黨 請容許我把相關的新聞向大家報告 這是九三金人節 郭粉說宣布參選 郭台銘先生會參加 九三金人節的活動 但是他不會宣布參選 就我所知 然後他的幕僚說 郭台銘如果參選的話 會獨立參選 其實這個是 這個新聞未必是真 我等一下來解釋一下 然後當然 吳主席也說了 硬起來 單獨參選 犯長當季 就是進行開除 這可以理解 然後當然這有一個說法 吳敦義主席策劃 換掉這個 韓國裔先生 然後以郭台銘先生做備胎 有沒有這回事 網友聽說 然後 2020 韓國裔市長呼籲 郭台銘並肩作戰 我對韓市長說 絕對不可能 這是相關的新聞 昨天頭版頭條 並肩作戰 傳吳敦義 派密使 赴中國 提範於 傳說中是張祥 但這個新聞 完全被黨中央 被跟張祥先生本人 所否認 也許是真 也許是假新聞 然後郭參選三句本 再來就是 九月風暴襲襲 國民黨 好 我先來做一個解說 事實上 就得到消息 就是這天為 拜會 陸續拜會若干人士 目前 最後關鍵是 王靜民先生 跟郭台銘先生 最後 會兩個坐下來 來談 誰是總統參選人 那他們沒有人要做 副總統參選人 換句話說 協商出總統參選人以後 另外一位 他就做競選總幹事 假設當選的話 這位競選總幹事 就是行政院長 那當然 再加上 柯文哲市長 什麼意思 柯文哲市長 就是運用 郭柯王的聯盟 來帶動台灣民眾黨的政黨票 但是這些部分區名單 會由 王 郭 柯 三方 共同來商議 換句話說 這名單 部分區立委名單 會非常複雜 那就我所知 這個所謂的第三勢力 事實上 他的佈局非常廣泛 他有 從最 右翼 假設了 有新黨 親民黨 比如說 國會政黨聯盟 就是廟天先生 廟天師父 還有一個類似宗教政黨 朱武倩先生 乃至 還有包括台聯 當然還有包括五黨籍人士 換句話說 他組成一個非常廣泛的 既有 統派的 也有獨派的 所謂的第三勢力 一個非常廣泛的 鬆散的聯盟 這聯盟 他既有捍衛中華民國 也有維護台灣主權獨立的訴求 意圖在民進黨國民黨以外 影響勢力 就是沙卡圖的意思 這是我所得到信息 所以我們 這是我的觀點而已 我想聽聽看國城 還有這個宜潔跟敏林 如果這個說法為真 當然我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 我說過我已經拜會若干人士 得到這個訊息 也得到他們的同意說 可以把這個提出來 換句話說最後最後 也不會九月十七號 他可以延到十一月 就是那個連署完畢 換句話說 未來還兩個半月 這兩個半月 如果第三勢力決定誰是正 或見總幹事的話 那麼郭王或王鍋再加科 這是我做一個最簡單的歸納 來 郭森請 我想2020的大選 是倒數只剩下一百三十天 那個集市依然變化多端 每天有新變化 每天有新組合 所以老百姓看起來 也是看得補SARS 尤其現在這些記者 疲勞奔命的去什麼 追新聞 追真相 可是到最後的結果 紀律 這本來說說郭柯王已經破局 可是最後一個禮拜以後 八月二十三又結盟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這些新聞 跟這些真相 真的到這一百三十天的總統選舉 所以說實在的還未定論 但是我是覺得可以看得出來 眼前可以看得出來 藍銀網內附打韓國瑜 打得可真兇 可是我再來看 麗銀搶救韓國瑜 是真的怕得很 為什麼 因為怕他被換掉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剛才胡大哥所講的 是換以這些事 連王金平前院長都有聽過 可是事實是不是事實 那就我們有待大家的 來靜觀其變 大家來看 那我是覺得 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最近很怕 怕什麼 換住二點零重演在國民黨 也就是換以的意思 所以我是覺得在這裡 所以就變成兩黨裡面 都藍綠唯一一個共識 就是眼前要搶救什麼 搶救韓國瑜 因為民進黨很怕韓國瑜 選不下去 不選 因為為什麼他會選韓國 那個搶救韓國瑜 很簡單啊 他比較好打 換一個別人 可能就不好打 所以當然就搶救一下嘛 那現在國民黨的心態是這樣 如果換住二點零 再來換雨的話 那很簡單 現在國民黨的心態就是 換雨必死啊 不換等死啊 就是說換掉也死 不換也死 那我覺得說 現在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什麼 韓國瑜的民調 底線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會破 那如果會破 那一定會被換喔 可是如果你百分之二十 那你都沒有往上 那還是等死嘛 所以現在國民黨的支持者 跟國民黨的高層 當然就會有這些說出來 吳敦義主席說要換雨的問題啊 或者到對岸去告訴他 說要換雨這些等等的問題 這不是空穴來風 一定有他的根據 那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 國民黨啊 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就是韓國瑜啊 聯繫的自左炮 第一 怕他撐不到十一月份 第二 怕他既然撐下去 也是怕什麼 母雞才死小雞耶 所以現在國民黨的高層 真的無從事事 不知如何是好 國民黨的支持者那更慘 所以剛才擔心換柱 或者換雨二點零的再板 所以他們也是擔心 換雨也死 不換等死 所以我是覺得 這一場當國民黨打起來 是格外的非常困難 那我們說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啊 我是覺得他市政大嫌兩頭燒 所以我要套一句什麼 套一句說你累了嗎 這是一個廣告 廣告得很清楚 所以你累了嗎 所以韓市長你累了嗎 為什麼我會用這些 用這些圖片 也就是最近他的花園 是不是人的精神不集中 有時候講話會亂講 我幾例很簡單 他不是在開治安會報的時候說 青少年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都是吸毒 結果被內政部習部長打臉耶 真的哪一個資料才是正確 我認為內政部才是正確 為什麼 因為他有警政署 他有這個這個刑事警察局 所以他那個資料才是正確 可是這些東西為什麼不經由你的幕僚 求證清楚 請來講 內政部長打你市長的臉 這是很不好嗎 還有比較敏感的就是什麼 你明明是在發表你的國政篇的 這個就業篇 怎麼搞一個鳳丸都灰了 進來的都一對雞 我是覺得這樣 我這臺灣人聽到雞 我會覺得說不是很好的用語 所以我要用一句就是真的 韓市長你累嗎 有時候這些話不要亂講 另外一個 我是覺得市長夫人李嘉芬 以前在選市長的時候 這個名字取得好耶 是加分耶 可是現在就有人網路在傳 說看起來李嘉芬最近啊 是有一點李扣分耶 那為什麼會加分跟扣分差這麼多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臺灣人在說 男人如果厲害 不用男人出頭啦 這句話是什麼 我們臺灣人很通俗的用語 但是我感覺 我感覺就是像說今天李嘉芬 他有時候在講話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真的 是不是要修飾一下 第一個 你的你的龍那個那個龍裝 你的房子龍舍的問題 你早不賣晚不賣 難道柯文哲講一句話 難道要選總統的人欠了 這是八百萬嗎 所以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你這個就是高度不夠 還有做事不夠精明 那我是覺得為什麼我要奉勸你 你要去看看人家第一夫人 人家看看官夫人我們很簡單 蔣夫人也好啊 曾文慧也好啊 周美清也好啊 陳萬水也好 你去看看有像你這樣嗎 所以我是建議我們李嘉芬夫人 你要去看看過去的這些夫人 他們怎麼樣扮演 你現在怎麼會去風頭比擬的韓市長還忙呢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不需要去改進嗎 最後一個我是覺得是你先生在選總統 選市長你怎麼去炮打中央不幫忙呢 我認為這些東西都不是一個夫人應該要講的話 所以我是覺得國民黨這場仗打下來 韓國瑜是個問題 李嘉芬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這不是說國民黨的教練書而已 要選總統全民都要去檢驗你 全民都要去監督你 所以我是建議韓國瑜先生 你的敵人是你自己 還有李嘉芬小姐 你不要加分不加變成扣分 這樣的話對整個總統的選舉是不好的 沒有所謂國家機器或政治迫害問題 在民主國家 你看今天的英國首相還被自己的 合員嗆瞎了 這理所當然的 川普總統都被嚴格檢驗 9月9號有個很關鍵 9月9號美國眾議院即將審查 就是類似台灣關係法 香港關係法一定會過 會過以後 昨天傍晚有一群香港的記者朋友 來找我 我也跟他們聊一個晚上 至少從香港的媒體觀點 一般看不到新聞 一般我們所報導所拍攝的 跟圈內人自己報導的是不太一樣的 9月9號如果美國國會通過 當然暫定叫做香港關係法的話 比如說台灣關係法 北京當局會翻臉 就會宣布戒嚴 那種情況下可怕會讓整個形勢更加險峻 惡化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 蔡總統連任機會大增 這是一個因素 第二 有沒有換魚呢 我當然無從知道 但是 事實上 韓國瑜先生 他們的夫婦的失言 比如說 大家犧牲 雞色賣了 雞跑出來 這種類似邪候魚都跑出來了 所以 要不要換魚變成一個 2.0版換柱計畫 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這也是連吳主席都承認 傷腦禁 我要再講 其實這都不是重點 我看第三勢力已成了 今天韓國瑜先生 包括太太的言論 重點是什麼呢 拖拖拖到9月17號 過關再講 但是呢 真正關鍵第三勢力 郭台銘先生跟王金銘先生 兩個最後坐下來談 誰是選總統 誰是做競選總幹事 也是準行政院長 我相信這才是關鍵 來 我們請教 宜潔你先自我介紹 為什麼這次 要從部分區立委選立委 然後 你提出的政治觀察 要什麼 先介紹自己好嗎 宜潔請 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員陳宜潔 那這一次呢 要在2020參選 士林大同的立法委員 區立委 那其實呢 過去雖然是從事部分區 但是呢 在部分區的這段時間呢 其實也在基層耕耘了非常的久 所以呢 非常的接地氣 關於基層所想表述的聲音 其實我希望能夠透過這次的選舉 能夠選上這區域立委 然後呢 能夠替民眾表述出來 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 要的是什麼 其實民眾想的非常的簡單 其實他們 要的只是 誰可以執政 讓他們過好的生活 帶領他們的經濟能夠起飛 債白有工作可以做 這樣對他們那麼重要 那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是民眾所訴求的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就非常的堅決 雖然我的狀況其實跟這個總統大選 非常的相似 其實也是一個撒卡都的一個狀況 另外兩位 另外兩位但是有綠色的候選人 也有藍色的候選人 還有白色的 白色 目前是沒有 目前在選區裡面 其實就是只有藍的綠的 那跟其實我的角色跟 呃 郭台銘比較像 撒卡都 撒卡都的這個狀況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 剛剛談到 所謂的這個 所謂換語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選區的狀況 跟國民黨的總統大選狀況 其實是非常的像 因為國民黨呢 他真的是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 其實真的是可以團結 他不團結 而選擇分裂 所以他們都把個人的利益呢 看在政黨 或者是全民的利益之上 那怎麼說呢 就是說我要在這裡強調重複一次 就是說國民黨如果再重蹈覆測 所謂換柱二點零 中途去換所謂的這個換語 那真的國民黨一定是大大的崩盤 因為以現在民調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郭台銘的這個參選 其實對於蔡英文跟韓國瑜 都有相對的影響 因為兩黨的政黨的滿意度 以目前我們來了解 其實都沒有超過三成 那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顯示大部分的民眾 其實並不滿意蔡函 目前的這個競選的表現 那所以呢 郭出來參選的 他主要的挑戰 其實之後我們還是要去了解說 他說他如何在中美貿易衝突下 能夠替臺灣找到出路 要如何帶領著臺灣找到出路 現在我們不要在意誰要來選總統 民眾 基層的民眾想要知道 到底是未來的總統是誰可以帶領 帶領著臺灣找出路 這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來就是說 郭台銘在美中兩國 其實都有一個很緊密的這個關係 但也有相對的包袱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到最後他也會面臨相對的一個挑戰 要如何去說明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像剛剛忠信大哥講的 在撒卡都的狀況下 如何第三勢力可以說服民眾 可以帶大家找出一條深路 帶臺灣找出出路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主要的一個關鍵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覺得不可忽視的是說 如果今天因為今天報紙也有說 就是說郭台銘要找侯友宜的哥哥 侯明豐院長來當這個副手 那其實呢 已經否認了 但是無風不起浪 一定有相對這聲音 就像當時王金平說 他有聽說國民黨有喚餘的這個消息一樣 所以我必須要強調 王金平他在國民黨也有一席之地 難道他沒有小耳朵在國民黨嗎 難道他說的話 真的是空穴來風嗎 所以這看得出來嗎 就是國民黨不斷的在內鬥 不斷的在搞不團結的這個戲嗎 那到底我想試問 到底吳敦義有沒有想讓韓國瑜當上總統 這個可以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 因為不斷的在內鬥 不斷在上演這樣子一個戲嗎 所以如果今天假設有這樣的一個消息說 他有可能要去找他當副手 當然他現在否認了 但一定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不然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聲音出來 那這告訴我們 除了國民黨的內部不斷的在鬥爭 他們不斷的在分裂 包括未來對於韓國瑜的輔選 其實到底誰要去當總幹事也好 要輔選韓國瑜也好 這都會造成很大一個不確定性 所以這樣的一個對國民黨的一個傷害 其實是不可以忽視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其實民眾大部分大家也認知 基層都會認為說 國民黨本來好好的一盤棋 看起來就穩住的 那算到後來好像一盤棋都被打亂 一手好牌打成一堆爛牌 那我覺得說今天國民黨造成今天這個郭台銘 投入獨立參選的這個分裂的狀況 其實誰要負責 黨中央要負責 國民黨的吳敦義跟郝龍斌的副主席 其實都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現在黨中央做的不足 你到底你搞的分裂 大家都覺得國民黨就是分裂了 也不團結了 就是在內鬥了 那到底你們要怎麼樣負起相對的責任 要如何補救現在的危機 一句啦 不論是要換雨也好 或者要所謂韓國瑜說 要跟郭台銘並肩作戰也好 並肩作戰不是用嘴巴喊話的 溫情喊話或喊空話 你總是幕僚有沒有互相切磋 講難聽一點 韓國瑜難道 沒有所謂郭台銘的電話嗎 難道打一通電話都有這麼難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講那麼多的空話 倒不如黨中央跟韓國瑜 要多努力一點 多做一點 如果真的是想要團結的話 不要好像 讓大家外界基層的民眾看起來 國民黨就是一個 不知道怎麼團結的政黨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呢 要如何補救這樣子國民黨的一個危機 說真的解鈴還虛細鈴人 所以黨中央跟韓國瑜 真的不是只是喊空話 也不是溫情喊話而已 要真的拿出實際的作為 我覺得這才是當務之急 其實國民黨始終沒有脫離這個 銀錫公鬥 就是內都內行外都外行 你看到近代史 零漢分裂 這個什麼西山會議派 都說都舉不完 民進黨它並沒有分裂問題 民進黨是趁價咖 所以他很快彌合了 你看這個他們的黨內書選結果 這完全不同文化 其實第三勢力行事已成 韓國瑜市長也不會被換掉的 他堅持的 你看他所有的作為 你注意他的作為 不管是正面的或負面 故意用負面的 他在凝聚韓粉 用韓粉來掌握黨中央 黨中央也奈何不了 最後還是我剛說的 關公兄弟是最後兩個人 我相信在談的時候 沒有不可能第三者 就是王金明先生跟郭台銘先生 誰做總統候選人 其實應該說總統參選人 以及進選總幹事 然後當選以後 總統行政院長 我相信副總統應該是女性 甚至是客家裔的 可能性比較大 所以我上禮拜我談到一個女性 結果有人去對號入座成功大學女校長 其實那是未必的 那只是在對號入座 然後台灣出現情況這樣 目前如果外部形勢 香港形勢是對蔡總統連任非常有利的 但是絕對嗎 你幾乎可以看出 其實韓國瑜 從民調已經出局了 已經徹底變原化了 所以讓我想起烏克蘭的選舉 第三方 演總統的協星叫澤倫斯基 他得到74%選票 人民對瓦斯公主 人民對巧克力大王 我用這個簡稱 已經非常厭倦 於是沒有 承諾 就沒有絕望 變政見 得到74% 幾乎可以說破近代 民主選舉得票史 其實是最高 北韓當然99% 對不對 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不要低估 蔡總統的連任 以及第三勢力 所謂的王郭或郭王科 這個體系的成型的 沙喀都的對決下 兩個勝算 就是兩邊加起來 大概第三邊 這個兩方 那個才值得觀察的 明年議員 你來自高雄市 讓我們瞭解 在地 當然你是民進黨 你監督 你是監督韓市長 從你的觀點 把韓市長 最近為什麼民調自由落體下墜 因為他原因 請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謝謝中信大哥 其實我想觀眾朋友跟 包括尤其是我們的高雄市民朋友 都非常清楚 其實在韓國瑜上任 當然還有一段時間 是有這個蜜月期的 就大家在去年八十九萬票投給他 然後高票當選之後 大概維持了大概三個月 一直到大概二月份左右 那我們市議會是三月份開議 大概從二月份三月發現 透過市議員不斷地 甚至包括國民黨自己的議員 質詢韓國瑜 都可以發現 韓國瑜他在上任以後呢 的狀況是 第一個在市政府的上班 常常請假 而且一而再而三 常常出國 然後或者是呢 現在也都大家也都很清楚 他常常還有下午一點上班 或者是說行程一整天 只有一個還取消 或者是大遲到 甚至是丟臉丟到國外去 到日本的這個青年局來 讓大家空等半小時等等 那他在市政上表現非常的糟糕 不只是這個出勤率 然後還有包括應該做的市政的方向 跟指示 其實都到現在我們想 我們相信啊 這個高雄市政府的公文 大部分都是由這個副市長代行代決 那我們再看他在面對高雄不同的市政問題 在選舉期間 當然你你不熟悉高雄 但是高雄人願意給你機會 那好你上任了 那高雄人就會用高雄的市民 用監督跟檢視的角度去看你過去 這一年來半年來選舉所提出來每個政見 包括你上任後如何去實踐你的這個 所提出來的這種種種的支票 所以從第一個 比如說你你講的這個愛情摩天輪 到現在八字媒體 然後昨天前天上禮拜五 開了一個招商說明會 結果四塊基地 沒有一塊是高雄市政府所有 也就是說他今天開了這個招商說明會 全部是一場空 台下的這一些據說是要有興趣的廠商 每一個人都鴉雀無聲 反應非常的冷漠 那最後是韓國瑜自己提名的這個市政顧問指出 你這基地這土地都不是你的 那你提這計畫大家怎麼投資 所以我們可以一再看到說 他對他自己所提出來最重要的政見 愛情摩天輪都也是八字媒體 然後再來呢 他所提出每一個賽馬場行不通 F1賽車要來 阿諾斯瓦辛格要來 日本找稻田要到高雄設分校 全部都是空 那再來我們面對高雄最基本的幾個大大的議題 比如說像公共衛生方面 在登革熱的治理方面 我們發現欸怎麼會治理登革熱你跑上去爬樹 然後呢 那面對高雄的這個淹水的問題 你去勘災了 一直被我們叮叮叮 才知道原來市長是要先去視察 不是事後再來看喔 所以都退了大家做得好 不是 是你事前就要去視察指導指揮這些水利系統的這些同仁跟各局處 要怎麼去做好你的市政跟防禦的工作 結果沒做好 在我們我的選區岡山區 就有一位市民 因為市政工作 事前的預警沒做 道路封閉沒做 然後旁邊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挖了一個大坑洞 民眾不知道騎 然後因為淹水他看不到那個大洞 於是就這樣騎著就被水帶走 直接到抽水站 那就很不幸的溺斃 那這很明顯就是一個市政府 整個螺絲都鬆掉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看到登格勒他跑去爬樹 然後治水他舉起一把水再聞水 然後談到反毒不只是剛剛國政議員所說的 不只是數據都錯 一直頻頻被各地方打臉 他最重要是反毒 他竟然提出一個很有創意的這個解方 他說反毒就要在各個學校來成立這個歌舞團 那所以從這邊我們就看到他一連串這種荒謬的這種市政治理的能力 是零 態度也是零 然後招商引資促餐也是零 然後呢 我們再看到他在市政裡面的用人的情形 裡面放了一堆剛剛講的李嘉芬變成幫他扣分的 裡面放了一堆加成都是什麼維多利學校的董事 還是當過李嘉芬的這個秘書 還是說當過他的助理還是他的閨蜜的小孩等等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整個市政府的團隊裡面一堆局長到現在一直玄缺代理找不到人一堆局長辭職社會局長辭職觀光局長辭職環保局長辭職社會局長 玄缺了一陣子然後呢找了一個教育局的聯絡人來當局長 然後呢文化局長一天到晚跑到去去學校見課等等 所以我們看到他市政表現實在太差 所以連國民黨自己的議員都看不下去 在這個議場破口大罵 還有也哭了 非常的生氣氣到哭了 那也有兩位議員 一位是副議長 一位是國民黨市議會黨團的總召 都第一時間起來倒戈說不支持韓要繼續選總統 所以我們看到他市政無能 那連自己黨內都有意見之外 更加可以看出他在國政上也一定更加的無能 不只到現在每到一個城市都說要蓋國際大機場 每到一個城市 他就說要來蓋這個賽車場 我們也逐漸看出他已經是前驢忌窮 就是沒有能力也沒有這個想法 然後已經選總統選市長已經算是抓到了 現在還要選總統 大家都已經看破他的腳手 來 請看香港的新聞 按照道理 香港港澳督導者 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先生 但是為什麼是王岐山呢 因為王岐山雖然是中國國家副主席 但主管金融 顯然的 因為很多香港的金融問題 很怕會有崩盤 假設戒嚴法的話 比如說美金跟港幣會脫鉤嗎 比如說房價會崩盤嗎 比如說很多太子黨的財產在香港 那麼王岐山是負責主管軍統的 他是應該針對的來 那我得到的消息是韓正 很可能在中共 就是在最近的會議上 那肯怕連常委都會被剝奪 就剝出 因為他督導者 督導不力 包括 林鄭月娥下台 那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但是 民運人士所提出的五條 中方 都絕對不會接受 全是面子彼子問題 所以雖然美國呼籲 中國 准許港府回應我們訴求 其實 中方已經心一橫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必須坦白講 那是對蔡總統是有利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 唯一對香港問題 比較清楚明確的表態 說支持香港民主是他 到目前為止 韓國瑜先生 跟郭台銘先生 跟王靖明先生 包括柯文哲先生 對這個香港問題是 是相當委婉的 模糊的 而且沒有具體的 這是一個外部因素 國外投票請教三位 當然三位都不是國民黨 我們今天正談國民黨 你認為國民黨未來會怎麼走 一 換柱 2.0版 換雨 然後呢 是不是換成 譬如說 備胎人選 郭台銘直接上 那黨紀就完了 那這個黨紀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很多假設問題 這已經超過我們的經驗範圍了 所以我們來 對我們的觀眾來解析說 那麼你認為國民黨未來會怎麼走 我會尊重各位的觀點 你認為他的方向 至少對台灣的國家利益 不是政黨 對國家利益 對政黨政治相互監渡制衡 是最有例子 來 郭三請 我覺得國民黨啊 就從香港問題來談 到現在為止 國民黨還沒有一個人 對香港的問題不自由 或者打壓這些問題 國民黨有任何一個人強烈而來譴責中共嗎 沒有 所以很顯然的 我常講過 不是只有韓國瑜 連國民黨也是親中嘛 那當然我是覺得啦 我完全贊成福大哥所講的 以現在香港問題的情況來講 又外加主打主權主軸的蔡英文 以及自由民主的蔡英文 我認為是當然是對他加分 對他加分 又加上他什麼 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他有很多小謝信 最近他有很多減稅 還有最近農民這些補貼還要再增加 那這些跟選舉有沒有關係 那個人解讀 可是我認為這些小謝信 也可以增加蔡總統 他在執政有些不滿的地方 而這個是可以彌補 所以除了香港的問題 還有國內的這些小謝信 他最近是加分的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難怪他的民調是欺凡的往上 然後韓國瑜的是往下墜的情況之下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選舉不要扣分 只要慢慢加分 自然這個選舉就會成功 那我們來回想一下 國民黨未來怎麼走 也離不開什麼 離不開親中 所以這個很明顯 他們九二共識到現在為止 他們的黨綱裡面就下了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好談的 他的大方向就是親中 那我是覺得我們來談一談 柯文哲最近所講的話 他就講過 他本來一開始大家也說 我包括我在內我也猜 柯文哲是百分之百會參選 可是最近似乎看起來 我針對這個問題 我有請教過柯市長 他說除了郭台銘 他不參選 他還是有準備的 他也沒有說他不選 他是有準備的 但是他想過一句話 除了藍綠之外 第三勢力 還有提供給台灣人民的第三個選擇 你如果大家不結盟 請問郭台銘也選 柯文哲也選 王金平也選 請問一下 他只有問我一下 有沒有可能會贏兩大黨的基本盤 他說沒有 所以他就講過一句話 他們的結合就是藍綠之外 另一種選擇提供給台灣人民什麼 一個希望的組合 所以就是什麼 柯郭王 還好我上一個上個節目我談 如果在家送 那當然第三勢力 第三條路 第三種選擇 那是會更強 所以他講這個也是對 他說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他是希望提供給台灣人民 對於國民黨沒有信心的 對於國民黨不放對於民進黨不放心的 那你就選擇這個組合 就是第三勢力的勾科網送 這些組合是可以讓台灣人民來放心的 所以據我了解 據我了解 郭台銘可能最近會宣佈 他的發言人也講了 他不會打任何一個政黨的名字 他是會用獨立參選 那獨立參選就必須要連署 那連署的時候 你在九月十七號以前 就必須要去登記 才有辦法去連署 所以這個據我了解 他是用獨立參選的機會 算蠻大蠻多了 那到底郭柯王 胡大哥所講的 郭王關公的兄弟會坐下來談 確實會坐下來談 可是據我個人所了解 郭柯王合作的結盟 大勢所趨 人民需要 大方向都已經定了 可是小細節還沒有定 還沒有定 但是據我了解 都已經大方向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我們要來談郭台銘 他的副手問題 也就是何明鴻 雖然本人已經火刃 但是不代表什麼 就以選舉的戰略考量來講 我覺得這是高招 如果假設現在雖然火刃 但是有一天何明鴻院長 他如果是大硬堂堂的副手 這是一個戰略 選舉考量的一個高 我舉例 第一個大家都知道 何明鴻 是我們新北市 何友宜的二哥 是親二哥 那請問一下 這是選舉考量的一個招數 新北市大家不要忘了 比我們臺北市還多人 三百三十張選票 三百三十張選票 何友宜在新北市 是贏了好幾十萬 所以這類的東西 到底何友宜重不重要 我認為是重要的 那何友宜呢 我們就來談一下 國民黨的前代會 市政危險不出席 還有韓市長在臺北市的活動 市政危險不出席 還有晚季新北市 何友那個那個韓國瑜的 進選總部主委 所以從頭開始不同意到底 所以我是覺得 我認為郭台銘這個安排 如果以戰略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是成功的 那當然我也希望 副總統當然就是要 撫避總統 到底誰會當總統 最起碼副總統一開始 就給人民有一個新鮮感 我認為郭台銘這一招是成功的 好正如我剛剛破題說的 郭台銘先生 王金銘先生 兩位坐下來 會關起門來兩個人 他們自己協商出一個正的總統參選人 他沒有人會做副總統和參選人 然後進選總案是 就是准行政院長 目前為止 王金銘院長 前院長已經被動的連署 至少超過30萬 幾天前我看在一個新聞裡面 我特別看到 王院長到一個公廟 我看到了 有人記者問他說 你大概連署多少 旁邊一個公廟 類似個廟公 我不知道什麼廟 廟公說 我們已經都連署10萬 光一個公廟 因為我沒有特別 只是說旁邊一個廟公 應該是這個董事長 那個廟總統說只有10萬 那你看一個公廟都有10萬 換句話說 連署到四五十萬 應該不是問題 被動連署 那郭台銘先生呢 來得及嗎 我也不知道 他說要用電子連署 請問這一次很不容易 這是要身份證的正面的銀本 要交 是不是每個都願意交 所以這個 換句話說 我不知道郭台銘先生來得及嗎 因為他 畢竟過去沒有這個經驗 他比較 輸王院長一籌就是在這裡 並不能電子連署 他可能是科技業 他忘掉說 每個人都要正面 正面銀一本 那這坦白講 這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相信過去親民黨 就知道厲害了 那柯文先生顯然的 他已經就是 運用他的年輕選票 運用他的所謂的空軍 可能台灣第一次 過去 會出現三黨 國會 三足鼎立 那總統幾乎可以斷定 或者是民進黨籍的蔡總統 或者是郭 或王這個系統出來 可以說出局 很有趣的是 如果 只講捍衛中華民國 那不可能有票 各位有沒有記得 上禮拜 郭台銘先生 從中東回來 你特別注意一個小事情 我特別注意到 他那天沒有戴中華民國的帽子 第一次 他在中東還戴帽子 有沒有記得 跟那個親王 跟沙烏地阿拉伯 那親王還戴中華民 還故意的戴那個照片 你可以查照片 但夏威夷第一次 沒有戴中華民國的那個帽子 然後 我細數那一天 他雖然談的是跟沙烏地阿拉伯簽證 如果你仔細聽 他談了四次台灣 兩次中華民國 換句話說 他們知道 所謂的第三勢力整合 不能 只靠泛藍 所以他們的口號很清楚吧 捍衛中華民國 維護台灣主權獨立 有最右邊的 我是右邊 不是右派 最右邊的 有這個新黨 親民黨等等 台灣民眾黨 還有國會聯盟 到台聯都是 到台 台聯顯然的 也是算 這左不是左右左 是說 這整個軸線 台聯也有台派的 所以他是蠻一個 可以說鬆散 也是希望把藍綠 都包刮進來的一個 類似一個大聯盟 那請問宜潔怎麼看 我相信你會不會加入這種 類似這種大聯盟 還是跟他們做戰友 而已 我覺得應該是這麼說 其實民眾還是 其實今年的選 二零二零總統選舉 跟過去去年的市長選舉 其實有很大的不同 其實選民 我們在基層接觸到選民 大家對於要求的是 不是像之前說 你隨便講空話也好 或者是只是插科打會搶版面 其實這已經民眾 已經沒有辦法接受了 而是你要實質地拿出 所謂的真材實料的國政方針 所以這個不是很空話 很開心的 或者是一個造成計畫 而是相對你要拿出具體的 一個政策出來 那所以其實我非常認同 忠信大哥所說的 其實說真的 換語的可能性 真的已經很低了 國民黨如果再不團結 這種大崩盤的這個印象 已經讓民眾非常非常的反感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所想要的就是說 除了不論今天是小英也好 或者是韓國瑜也好 或者是第三勢力也好 就是說誰能帶給我們好的生活 就是說如何維持臺灣的主權 以及自由民主的制度 其實這個我們都非常清楚 是普遍的臺灣共識 那在於哪一個領袖可以帶領我們 在自由民主的生活基礎上 去尋求經濟的發展 讓人民能夠過好的生活 這就是民眾基層的大家 民眾所想要的 在你的選區有沙卡都 國民黨民進黨都很強 我要請講你個人啊 你總不在勝出 你一定有你的勝算 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候選人 我們不說是誰 他覺得不需要用兩隻雙腳踏入基層 他覺得這是過時的一個選戰方法 但是我們覺得如何去接地氣走 瞭解民眾要的是什麼 你才有資格去做一個民意代表 做一個立法委員 或許有一些譬如說藍的 然後他認為他只要靠空戰 就會贏了 他覺得他可以比照韓國瑜的模式 用喊話的講漂亮的話 空軍他就當選了 他不用走幾戰 他不需要瞭解民眾要的是什麼 反而反過來笑我們說 用兩隻腳踏入基層的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民眾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深深地相信 一步一腳印去瞭解民眾要的是什麼 不論是總統也好 民代也好 這都是民眾他所需到 他要看到的是一個找得到 能夠替他有所服務的民代 那總統當然是總統他管的所謂的是國政方針 但是民眾要看到的不再是空話 而是你要端出具體的政策 讓民眾有所謂的這個經濟的發展 能夠過好生活 這才是民眾所要的 我的經驗是從1995年大選官選以來 到今年第24年你可以看出一個光譜 深藍大約25% 深率大約25% 這個盤是很穩的 但中間這一塊如果以中間選民往前南跟前立 這百分之五十 這五十基本上是流動式的 這流動式也是為什麼這一次你看 不管總統參選人 立委參選人 包括各種政黨 主要是換率政黨 你看換率政黨多少都出來 原因在這裡 我想我要請教敏林 我要請教你專談 那韓國瑜市長怎麼辦 我想因為你是在地觀點 他怎麼辦 他是走到地點 還是面對現實 反正現實這樣子自然而退 你怎麼平息做決定 其實我覺得如果以韓國瑜的立場來講 他一定要選到底 因為如果他現在放棄 那他什麼都不是 而且馬上回到高雄市 就要面對罷函民眾 高雄市民已經接近 接近快三十萬份的罷函連署出在等著他 十二月二十五號第一階段提出 接著馬上就是罷函 而他如果棄選也表示說他在國民黨裡面地位完全全無 也就是說他其實未來的政治路完全就停滯了 所以他必須一定要參選到底 而且把他的韓粉作為他參選到底以及跟國民黨中央談判的一個重要的籌碼 所以今天包括國民黨中央如果真的要換韓 他還要想辦法 如果我把韓國瑜換掉了那一些非韓不投的韓粉 會不會製造新的一個國民黨內部的紛爭 而且變成一個沒有辦法收拾的局面 所以這也是韓國瑜最最後的一個籌碼 就是他的韓粉以及他必須要參選到底 那我必須回頭來講說民進黨其實從去年的一一二四全國地方選舉 真的是一片慘兮兮 也讓包括蔡英文總統包括我們民進黨中央黨部 包括各個地方大家不斷地在檢討過去這幾年民進黨執政內部 包括在內政上面有很多需要檢討的地方 包括這個勞基法的修正 公務法修正 同婚在公投法之後也修正這個專法 讓這個同婚可以順利的結婚成家 然後包括公服法 就是這個農地工廠問題如何解決 然後包括在蔡英文總統在國防外交上 非常優秀的這些表現 比如說在整個整個局勢 包括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包括中美貿易戰裡面 我們再次看到蔡英文 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不斷地宣示我們中華民國 以及台灣的主權是一個獨立的狀態 而且我們要捍衛這個主權 因為大家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 我們必須捍衛主權 在接下來我們才能去有效地去推動這個內政 當然最重要推動內政 不論是改革 不論是任何的政策的措施 都要回歸到與民眾溝通 所以最會溝通的政府 在去年的選戰 經過這一次的敗選之後 我們很認真的檢討 我們希望能夠一步一步 把民眾的心拿回來 讓他們知道選擇民進黨 選擇蔡英文是唯一最好的選擇 好 我們當然不能表態說挺誰支持誰 但是正如拉丁格言一句話 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 就是people's mandate 是由人民經過投票建立天命 人民天命 我們非常謝謝三位 他們從不同的觀點切入 第二小時我特別邀請政治學者 張艷成教授以及董思琦先生 從兩個大議題 這兩個議題深深的是外部因素 中美貿易談判 香港問題 這兩個問題 也是臺灣總統大選 絕對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感謝特別祝福國城余捷民進 如果你們要參選的話 或是也許有可能不分區立委會 也祝你們順利成功 謝謝 謝謝 謝謝